希望郭董出來 沒有包袱的一個新的領導人 台灣需要注重民意的總統 民進黨教我們仇恨 沒有未來 希望看到不一樣的未來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讓我們有戰爭 我覺得他做事很有魄力 把經濟弄起來 讓年輕人不要一直往外流 還好郭董有出來 讓我的票有地方投 來 郭董加油 他對於台灣的經濟的發展狀況 是比較清楚了解的 可能在政策上面也會比較實際 家本身也有開工廠 去年有一度也有遇到停電的問題 其實停電對中小企業的打擊 或是損失也是有的 蔡政府那邊可能一直說 用愛發電或是其他政策 我覺得倒不是那麼實際 華麗發電 霧能 台中能 我們台中能都是過敏的 華麗發電對我們的貝 還有空氣霧能 發展很大影響 所以我希望下一代不要經濟這種事情 支持郭台銘也要讓台灣人發電起來 空汙的問題 他早上飄了很多很髒的那些空氣 不需要這樣去火力發電廠 用核電的話就應該還好 郭台銘現在的政策是希望用核電 最後成事 郭董加油 民進黨教我們仇恨 只有仇恨沒有未來 為了台灣的年輕人 所以希望郭台銘趕快動選 其實八蛋的就是說 兩岸能和平啦 沒有政黨的色彩 沒有這種利益紛 而且他不缺錢 他可以全心替人民服務 郭董加油 就是發展經濟 不要貪污 這樣是最棒的 他知道怎麼去讓兩岸和平相處 郭董加油